美联储预计进一步渐进加息,美联储周五发布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其中强调了对渐进加息步伐的承诺,同时承认,政治、贸易的不确定性,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美联储发布的这份报告将在下周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交国会,美联储预计进一步逐步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将与美国经济活动继续扩张,劳动力市场持续强劲以及通胀在中期,维持在美联储2%的对称性目标附近的状况相符。 美国的通货膨胀一直上升缓慢,美联储青睐的不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物价指标,同比升幅在5月份,触及美联储2%的目标。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油价大幅上涨,但补充称,随着美国能源部门投资和产量的增加,油价对整体经济的净托类应该少得多。 报告称,自去年以来油价上涨意味着普通家庭的汽油年度支出,增加约300美元,从2100美元增加到2400美元。 政治、贸易不确定性带来风险。 报告还指出,来自美国以外的稳定性风险整体温和,在全球范围内,政治和贸易的不确定性,以及利率上升带来的考验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稳定性产生潜在的下行风险。 这与鲍威尔的观点相符,他在周四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状态良好,但是关税上升可能了一些经济增长。 从2月开始执照美联储鲍威尔延续了前任耶伦的逐步提高利率的路线,2018年迄今,美联储一两次加息,并预计今年还会再次加息两次。 鲍威尔表示,他对迄今为止的加息结果,感到非常高兴。 他表示,美联储正在努力平衡加息太慢和太快低风险,加息过慢会导致通货膨胀胀过高和资产泡沫,过快的话,则有可能令经济陷入衰退。 特朗普政府曾暗示美联储加息速度过慢,对于这种做法,有可能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的担心。 鲍威尔不予理会,他表示,政府中没有人对我输过,让我对这方面问题感到担忧的话。 美元指数下半年或突破100,自从美联储在6月份进行今年第二次加息以来,美元强势上行。 能源本周表现很不舒服,美元指数在12个月高点附近徘徊。 此外,当前有很多有益于美元继续增强的因素,其中包括美国经济的继续复苏,就业市场强劲,美联储预计还会加息两次,以及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的上调。 与此同时,日本央行继续维持货币宽松政策,而欧洲央行将把基准利率不变的状况至少维持到明年夏天,而随着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高收益资产面临抛售压力。 而通常的日元和黄金等避险资产失去了吸引力,让投资者将美元作为首选。 其中的逻辑是,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6月美国通胀率录得于6年来最大增幅。 核心年度通胀率上升2.9%,通胀和利率上调的可能性,使得日元成为没有吸引率的避风港。 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碱金属消费国,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令黄金成压。 业内人士指出,根据美国民意GDP,全球民意GDP年增幅, 美人指数的年平均变化率等变化量可以估算出2018年美人指数平均值为95.84-96.62, 而2017年美元指数全年均值为96.6,而美元指数在今年上半年的平均值仅为91.43。 数要使得全年的平均值达到估算区间,则美元指数在下半年的平均值又涨升到100.25-101.8区间。 这一位这下半年美元指数很有可能会突破100。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